家瑜老师 我最精髓水的 我很多彩 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又很实惠 在风水上面的一个布局的方式 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化煞氨人水 那名字听起来很奇怪 什么是化煞氨人水 每年的天地之间呢 都会有不同的煞气产生 那化煞氨人水可以放在我们 每年不同的煞气的方位 可以帮我们稍微挡挡煞 所以这样就可以改善我水氧的状态了吗 是啊 太好了 开始做化煞氨人水 好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 融银6个 或者是呢 你没有融银的话 你就可以用6个 10元的硬币也可以 好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粗盐 或者是金盐都可以 当然你要用高档一点的玫瑰盐也可以 好 再来准备一个器皿 那要记得哦 这个器皿不要是金属的 也不要是纸碗类的 因为纸碗类的会耐不住它的水 然后要记得这个口要是大的口 再来我们要准备水 你看这些材料是不是很简单呢 真的耶 首先呢 要把这个盐巴放到我们这个碗里面 要放8分满 好 那我们把它铺平 铺平之后呢 把这个水加进去 接着呢 把融银放进去 那是因为我们刚好有融银 如果你没有融银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用我们的10元硬币也可以 就二折一 看你有哪个就用哪一个 好 那我们要放在中间的位置 那另外那五个呢 就沿着它的旁边 帮它排整齐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话 沙安安安血是不是很简单啊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找方位 每年的五黄煞的位置不一样 今年呢是在正东方 东方在哪里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我们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罗盘的APP 真的吗 我来下载 等我一下 没问题 哦我APP下载好了耶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罗盘来找我们的东方在哪里 这边显示西北 这边显示箭头 那我们来找一下正北方 哦 正北方找到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应出北方 南方 东方 西方 那我们来找找教室的东方在哪里吧 好 走吧 我们找到我们的东方呀 有 我们的东方在厨房耶 这样子没有办法放化沙安人水耶 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稍微偏一点点也可以 那我们就摆在这个位置上面 正东方没有办法摆的话呢 我们稍微偏一点的位置也没有关系 哦 就摆在这个位置上面 嘉宇老师 那这样我怎么知道化沙安人水什么时候开始帮助我呢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放在我们今年的五黄卫是在正东方的位置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如果这个位置的煞气呢真的是比较重的话呢 它会慢慢慢慢那个结晶的盐会跑到我们的碗外面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适时的帮它加盐巴或者是加水进去 那盐巴要维持在八分满 那水要维持在九分满的这个位置上面 哦 那嘉宇老师 我身心比较简简 如果它盐长出来的的话 我给它拨进去重复使用可以吗 建议你就是把它换新的 然后再重复使用 那希望我们刚刚嘉宇老师教我们的方式 对大家都会有帮助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